Hi Barsing Girls 今天我们是不是学习了一些关于动作单词呀 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男孩在干嘛呀 他是不是跳起来了 那跳起来又怎么表达呢 Listen Jum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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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 says J U says M says P says 那我们一起来评一下这个单词 J Jum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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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's your turn Jump Very good Jump 指的就是跳跃 跳起来 那如果我会跳 我是不是要说 I can jump 我会怎么样 是不是就可以用 Can来表达呀 Can Can I can 我会怎么样呢 我会跳 就可以说 I can jump Next one Sw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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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W says Sw I Swing Swing 那我们可以看到小猴子是不是悬挂在树上 动来动去的在摇摆呀 那Swing指的就是悬挂摇摆哦 你来练习一下这个单词吧 Swing Very good Next one Tada Craw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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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来看一下 CR S Craw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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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们可以看到Crawl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图片上这个小动物是不是在地上爬行呀 它紧紧的贴在地面上爬得非常快 Crawl 贴在地面上爬行 那我们是不是也会在地上爬来爬去呀 我们就可以说 I can Crawl 你来练习一下这个小句子吧 I can Crawl Very good 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三个关于动作单词哦 那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letterH的书写吧 今天我们来练习字母H的书写 我们可以看到 大写的H分为三笔 我们先写一竖 One 站的是第一个和第二个哦 第二笔在第二条横线上写一横 Two 第三笔 再写一竖 和第一笔一样 Three 这是我们的大写H 我们的小写H和大写的第一笔是一样的哦 先写一竖 One 第二笔是只占第二个哦 Two 这是我们的小写H 今天我们学习了两套H的大小写书写 Uppercase H and Lowercase H 小朋友们要多多练习呀 Bye Bye Bye